这辈子最好的活法就藏在三个字里 生容易活容易,生活它不容易 人生重要的不是有房有车,有名有利,有权有势 而是无烦无脑,无忧无虑,无病无灾 所以懂得了下面这三个字 会是你这辈子最好的活法 第一个字是舍 有舍才有德,舍一得万报 人生它就是一道选择题 你想要得到,必要先学会舍弃 很多不如愿的事情就是因为自己想要抓住的太多 有心灾花花不开,无心插流,柳成阴 这个世界很奇怪,可以追求的我们却得不到 你看,当你握紧双手的时候,什么都抓不住 但是当你展开手掌,整个世界都在你的怀抱 第二个字是慢 很多事情急不得,放慢脚步才能够走得更加安稳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凡是三十而后行之后,才不会犯错 不及魁步,无一字千里 不及小流,哪能成江海 事情的成功不在于一时的快 而是在于我们慢慢慢慢的努力 所以前进的目的不是为了终点 放慢脚步之后,才能够更好的欣赏身边的风景 第三个字是静 生活的节奏越快,越需要内心的安静 心浮气躁的人,什么事都做不成 心底安静的人,才能够看清脚下的路 心浮气躁的人,即使在深山老林里,也难得亲近 心底安静的人,即使在闹市,也能够觅得自在 心不动,则万物不动 烦恼天天有,不减自然无 内心宁静,生活的才能够安稳 好了,道理你都懂 但是做起来却很难 但是因为很难又不去做 还能够去指责命运吗